一年一度的乡台情报文化合作交流 这个星期在台湾正式展开 事实上我们对于湖南已经很熟悉 包括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 以及香菜的美食文化等等 除了这些我们经常接触到的软实力 湖南其实还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 其中的百年名铺成林基港 2010年更是和高雄港货运直航江海连运 不过某些地区也因为过度开发 让洞庭湖生态很受伤 尤其是比猫熊还少的大陆国宝江屯 近几年也在绿色经济的抬头下 展开了一场江屯保卫战 轻快的歌谣唱出了洞庭湖美妙如画的音符 洞庭湖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 也是长江中游重要的吞吐互播 今年4月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规划 范围包括了湖南的岳阳 常德和易阳等三座城市 其中又以岳阳 成林基 临港产业新区最具代表 我们已经跟沙海港务集团都签定了合作意向 沙海港务集团 中国交通集团和我们共同来开发成林基港港 拿家来寄运属集团箱 运属散货 百年老港成林基是湖南唯一国家一类水域口岸 在政策扶持的良好发展下 既带动洞庭湖区物流业的发展 也将岳阳的工业 旅游和农业等优势产业 营造出更大的发展空间 一个时候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已经吸引了咱们湖南的台资企业的物流 在我们港口进行水路连运 如果说成林基港是当今华州地区新一轮的投资热土 那么支撑起岳阳经济半壁江山 以石化为主导的云溪工业园区 实力更是不容小觑 我们注视它两个大的企业 去年700多个亿地产值 是100多个催熟 但中南地区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地点 依托腹地从石油原油的推化 裂化到石化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群聚 引领湖南走向更具特色的精致化工产业之路 湖南是全国第一个两型社会建设的示范区 在既要青山 金山 银山的同时 又保护好绿水青山 这始终是我们这一代和这一界当政者 我们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随着环保意识的抬头 加上岳阳东洞平湖 历来就是长江江屯重要的棋息地和繁衍场域 在发展化工产业之余 岳阳市也不忘对珍稀物种的保育 整个长江江屯 现在可能只有一千条左右 所以当我们东东平湖这个江屯 可能就是九十到一百条左右 所以说非常少也非常珍贵 长江江屯是中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012年岳阳市在东东平湖筹建了江屯保护管理站 除设置明显的标志和戒碑来加强宣导 核心区内更全年实行禁鱼制度和禁止采杀作业 并针对往来船只实施限时限速限规模限航路等措施 而为了能及时救护搁受伤的江屯 更加强了日常湖面的巡查和监测 这个要观察藤地的生活习心 包括一些仪器 一些设备 这有钱 经济上面还有一些缺陷 第三个就是我们做这个保护工作 主要是要有大量的时间 我们一般都没有节假日 都没有休息的时间 守护江屯任务大不易 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 在促进中度地区崛起战略下 除了抢得先机 对于窦庭湖生态经济区 朝向生态文明的观光城市发展愿景 也有刻不容缓的使命 东森新闻林养邦张白波 湖南采访报道 窦庭湖是中国的第二大淡水湖 也是长江重要的调续湖泊 也是国际的重要湿地 素有鱼米之乡和天下粮仓的美称 肩负着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重大责任 近几年来湖南省政府大力打造的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包括生态环保基础设施特色产业等面向 希望能在五年内转型提升 再现八百里洞庭美如化的富饶生态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想一窥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美丽风景 不得不从这座拥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岳阳谈起 我们拥有62%的洞庭湖的水域面积 应该说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主战场 一望无际的洞庭山水 将南三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就屹立湖旁 既在湖光山岁间也在古今交融里 北宋范仲淹快制人口的岳阳楼记 便把招窥细音气象万千的洞庭景志 描绘得淋漓尽致 文化巨匠屈原 李白 杜甫 韩玉等人 更用他们的诗歌诠释了洞庭湖的生机与壮阔 我们的岳阳的旅游资源 应这么几个字来概括 叫做明山 明水 明楼 明镜 读书的时候有学过岳阳龙记 明镜就是说先天下之游而游 带着小孩子一起过来 让他体验一下他的 就是月亮楼的一些文化底蕴 就是让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拥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君山团湖 更有着中国野生荷花之香的美誉 徜徉在团湖之中 仿佛走进了精心描绘的古光仙境 就是平常很少有机会 近距离接触到荷花 然后现在可以坐小船 就可以直接接触到你的荷花 然后可以自己采莲子 觉得很好玩这样 接天连夜无穷碧的万亩和花园 令人心旷神怡 而镶嵌在浩瀚东洞庭湖之冰的 璀璨明珠南湖 更被世人誉为东方的日内瓦 南湖的美它才是它的山秀水清 南湖总共是三平方公里 在大陆属于比较大的城市湖 层层青山爆绿水 湖光山色收眼底 清晨的南湖显得格外明镜 而入夜后的南湖 明月 微风 楼灯相伴 有船和人潮来回穿梭 也别有一番夏夜风情 这里的环境比较优雅 吃个饭带着家人 到这个附近来走一走 就可以奉承一点工作 紧张的这个心情 好 弟弟你跟谁来 我跟我的爸爸妈妈来 那你今天来看南湖的夜景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兴奋 月阳的山水相依 会就一幅洞庭状美图像 而易阳的大通湖 则是洞庭湖的湖中湖 因为处东西南洞庭的怀抱之中 被称为洞庭之星 其丰富的渔业资源 正积极打造生态 水产 精品镇的品牌标志 此外 易阳原江市的 中国游艇第一股 太阳鸟游艇公司 在2013年 中国国务院发布的 船舶转型升级规划扶持下 一向更多元的发展 中国游艇业在经济发展与绿色观光 共荣共生的地位越显重要 而为主盘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中轴线上的南洞庭湖湿地 随处可见福州 芦苇 杨树林立 与其真异鸟的踪迹 大大保留了丰富的湿地生态 而素有桃花园城市之称的常德 也因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带来了发展机遇 大家在纽约湖享受清贫之挪以后 可以登上我们美丽的太阳山 感受森林之美 此外走进神秘的湘西 气势磅礴的苗族鼓舞 为九月的棘手国际古月节 开启战鼓 而洋溢小桥流水人家 古仆田静的前轴古城 建筑做工之精妙 与道地的童子芭芭 更是游客不容错过的古城精华 这是我们这里的童子芭芭 它是院内的童叶包裹的 里面是长在水箱里面的薅子叶 薅子叶做的 然后包上糯米 然后甜甜的 我吃一口 感觉怎么样 好吃 好好吃 好好吃 我喜欢 从越洋 易洋 常德 一路走访到湘西州 湖南经历打造 生态城市的日费与决心 不仅为城市环保经济 注入一股强新增 也为环动平湖 经济生态区的发展 创造勇士的可能 东森新闻李雅芳张白波 湖南财宝报导 水箱的东森 海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梯